嗨 我是魏老闆 這一集是被逼迫的 我們沒有那麼想抱怨 可是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還在聽我們抱怨 但是我必須說 這完結篇喔 不要再叫我們抱怨了喔 抱怨100點 絕對不要祝他家的完結篇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也可以看我們的會員喔 這個認真數感覺真的有100點 對啊 它好多喔 滿滿的 很多網友自己就是提供給我們說 叫我們一定要講 真的 大家都很想要告訴別人說 不要考慮喔 告訴你 不要踏入這個火坑啊 但我覺得男生不要覺得說 男生好像就不需要看 因為我講兩個點 一個是 男生你看了你就會知道 有這麼多的事 你才要讓它發生是怎樣 對啊 對不對 男生看完應該就會理解說 蛤 有這些你都不知道的事 他們都有在逗 你不知道而已 那要不要避免這些事 讓你們的婚姻單純一點 美好一點呢 第二點是 也有男生一直在問 對耶 是一樣的事 一樣的事 是一樣的 因為我也有朋友去住 女友家買的房 他們家就剛好願意你去住 然後就跟你說 你這樣就不用買房 就住我們家就好了啊 然後男生也覺得 嗯也不錯啊 住進去是一樣的啊 你媽媽會做的事 他媽媽也會做 一樣的啊 然後最後就說 他媽好煩喔 然後一直睡一面 講的那些都是一樣的 所以不要想說 男生看就沒用 自己換位思考囉 我快速講 因為太多了 多到爆炸 真的是多到爆炸 公共空間問題 衣服要亮沒地方 鞋櫃要放沒地方 浴室放滿全家的用品 自己是新搬進去的人 東西都只能塞在老公房間 你的空間 只有老公房間 到廁所兩點一線 沒了 其他都不屬於你 因為你是個外人 夫婆喜歡 留下堆積如山的雜物 丟掉的東西都被撿起來說還可以用 環保餐具 塑膠袋 塑膠碗 罐頭瓶 鍋底瓶 紙箱 只帶一大堆 到底什麼時候用 然後又都叫我們不可以丟 塞爆羊排 絕對他們有屯物症 很多老人家有這個問題 有有有 是在那次人家的房子 人家愛怎麼放就怎麼放 真的 老公妹妹都在浴室吹頭髮吹很久 等浴室等得很辛苦 輪流用真的很累 頭髮掉滿地也不少 欸這我想補充 這我光是跟別人 去的那個租房就是這樣 我們住大學宿舍就已經 就好了 而且我跟你說 明明他就在家很久 我一到家他就 立刻衝進廁所 就是要去洗澡 就是要去上廁所 然後你回到家反而還沒得用 你就會想說 你一整天在家 你非得臉這時候跟我擠 對 而且他這一聽到我看完 就立刻我就聽到廁所關門 那剛好那時候想像大號不行 每天都這樣欸 他很整理 氣死 或者是像我們以前大學宿舍也是啊 誰用完廁所都不刷 還要幫他刷 真的 滴雷雞滴什麼站在那邊 我還要幫你擦 欸我還遇過那個 為什麼你給我黏在滴上 他就走我們兩個住 還有特色誰要到 我們會輪流 可是你知道那種 可是有些人就是弄得很髒 對 弄得很髒 或是偷用別人幾把筋 氣死 你光跟你宿舍室友就住不了了 你還要跟別人家人住 對啊 老公弟弟刮完鬍子 滿地都胡渣不清理 那洗手台外面都是 或者是洗完澡 絲絲大大走出來 一路濕腳印都沒人管他 而且如果花到 算誰的 而且如果小朋友 這就是跟對方家人同住 會有的很多問題 他已經這樣過了30年 都一路濕腳印 沒有人管他啊 你進去你要管他啊 不是這種東西 你明明就自己家裡也會發生 對 可能你哥你弟你妹你這樣子啊 對啊 對啊 然後你也整天唸他他也不理你啊 所以如果在你家 然後萬一你有哥哥 姐姐妹妹他們的伴侶住進來 你不會覺得他瘋了嗎 我們家都已經吵成這樣 你還要住進來 公公都睡在客廳沙發說很舒服 搞得自己沒辦法出去客廳 覺得躲在房間很痛苦 太好煩喔 對 不能看電視 重點是公公穿什麼睡覺 喔 有些人說公公都穿內褲這邊走來走去 是腳褲 害他都不好意思出去 這公公覺得沒關係 這溫度啊 每天都這樣比較涼啊 接下來進入省錢問題 有看到我們在趕進度嗎 有 浴缸泡澡 竟然是輪流 因為要省水 好噁心喔 什麼意思 這我不能理解 不是泡完一輪很髒了嗎 對啊 好噁心喔 那身上的餃子都掉下去了 而且重點是有些人是 泡澡完才是洗澡 對對對 有人是這樣 有人沒有理解說是要乾淨下去泡澡 對啊 他就進去甚至在裡面搓 我還要給下一個人 裡面都是生 好噁心 夏天一起睡客廳省冷氣 規定不准開冷氣之類的 喔這個很煩 這超煩 有這種事打大通鋪在客廳睡 有啊 婆婆喜歡關燈省電 不得已才會打開 可是我覺得回到家 就是要開亮亮的才會新 所以晚上不開燈 欸沒有看電視開一半 突然被關燈 不要打開啦 然後有人是說回到家看到公公婆婆 黑暗中看電視 不明其妙 他在看什麼鬼片 嫌你買的菜很貴又很爛 買了高級進口水果還被罵浪費錢 覺得你買的這太貴了 這你也在買 喔他會說你不會比喔 你不會比 亂買浪費錢 就算是你的錢也是不行 也是不行啊 浴室的備品 想用自己習慣的也不行 說大家都共用一樣的就好 你如果想用自己習慣 他就說那大家一起用你的 那個很貴 喔那你就要出全部是不是 對啊 所以沒辦法擁有自己的喜好 誰叫那不是你家常 那你就每次洗澡就很像去旅行 就帶自己的東西 貨業包永遠在那邊 再來進入廚房跟餐食的問題囉 每天一直吃剩菜 又每次都煮很多 講不聽 煮一餐要吃三天 對 一三天真的好難吃 欸其實吃剩菜超不好吃 對啊 可是你自己煮又尷尬 想說阿斯我煮的不好吃是不是 喔對啦 好尷尬喔 煮菜口味太鹹太淡太辣 都無法自己決定 都要迎合全家人的喜好 真的欸有些人不吃辣 有些人吃得很辣 最後各組各的又被說浪費瓦斯 這樣也不行 我看過 我有朋友是 他最後自己在自己房間 煮飯 然後被一個卡式爐自己租 請問是在住套房嗎 那你到底為什麼要搬進那棟透天室 不是在 然後在自己房間小炒菜那個卡式爐 我問你每天都在露營欸齁 欸有什麼好笑的 兩個小編現在想要流眼淚 不是自己在地方炒菜 你笑別人都比較容易啦 你知道他每天水深火熱 好可憐 他每天要去廚房偷菜出來在自己房間煮 氣死 好可憐 你還想搬進去那吃一下要流眼淚 我跟你講大家笑別人都是比較容易的 對啊 你提你想想看 你住進去也會這樣 好廚房問題還沒完 碗都沒洗乾淨油膩膩 偷偷幫忙洗也不行 還被說是血氣我們嗎 可是他確實覺得上面油膩膩 有喔 有時候老人家沒有洗乾淨 對老人家就覺得這樣很乾淨了 對 可是他看到油油的碗他就吃不下去 他還說這樣很浪費水 對很浪費水或很浪費洗碗筋 對 洗碗筋很化學 對 之類的 廚房的抹布都沒洗油膩膩還一直擦來擦去 好噁心 水果發霉沒關係說還可以吃 切掉就好 對啊 我阿公會這樣 切掉就好 冰箱冷凍放滿粽子 又是粽子 沒辦法再放生鮮進去 就一天到晚每一餐吃都是粽子 放了一年沒吃完又不多掉 到底 超想自己擁有一個冰箱 可是又沒地方放 粽子從端午節吃到終究竟 吃得到明天還在吃 就是會爆炸沒地方放 又不吃它 然後又不能丟喔 重點是這個 蛤 不吃但也不丟 打掃問題來囉 過獲習慣用掃把 結果每次掃都是滿天灰塵 根本就是越掃越髒 一個想要通風開窗戶 一個認為要關窗戶防止灰塵 大煩要超高 就是你一把窗戶打開 就有人把關起來 因為她覺得這樣要掃地很麻煩 可是你又覺得裡面沒空氣 然後已經隱缺在氣 兩個在那邊光開窗都吵來吵去 過年前說想要請終點阿姨 幫家裡大掃除 婆婆反對說不要花錢自己掃就好了 結果又要叫我幫忙弄累的 要死要活的 他們就是覺得這種錢很浪費 這種錢不要花 然後結果就累得要 自己掃不行嗎 不行啊 不行啊 那是她家 她要怎樣就怎樣 那妳自己掃 妳就這樣跟妳婆婆講 再來是界線問題 把買回來的高級甜點 拿去送鄰居都沒問我 這超不爽的 這妳搞不好晚上想好好慢慢吃一下 對啊 妳剛剛沒了 氣死 氣死 這個狠狠 自己的生日蛋糕 留著晚上要慶生的 竟然被偷挖一口 什麼 誰啊 誰這麼 誰啊 誰這麼水培水尊 因為他們習慣了 就是買回來大家都可以供吃 不是要先問嗎 因為比方她媽媽買的 她習慣小孩就是可以先挖來吃啊 她幫妳當一家人咩 這時候就一家人了 對啊 一家人 吃一下沒關係吧 OKOK 冰在冰箱的搖一杯之間拿去喝也沒問 是喝到一半的嗎 沒有 是怕妳已經插吸管 然後喝兩口又放回去才恐怖 對啊 整杯拿去喝完可能還好一點 我還有聽過有朋友說 比方她買牛奶 然後他們就全部人都是共喝那一罐大的牛奶 後來她發現她老公的弟弟是直接這樣喝的 哎呀 她不知道原來大家沒有拿杯子 只有她一個在拿杯子喝 別人都直接灌了 然後她就突然覺得天啊 我這樣已經生活好幾個月 那妳要怎樣 妳要念她嗎 怪自己 怪自己為什麼要拿杯子 怪自己為什麼要坐進去 鞋子衣服被老公妹妹拿去穿 也沒開口跟我借 等到她回家的時候 就發現她全身都是妳的東西 有時候是妳鞋子放在鞋櫃 那她拿去穿一下 然後說啊我剛好今天看這雙很大尾衣服 拿去穿一下可以嗎 不行 而且已經回來了 已經回來了 謝謝好美喔好好看喔 怪自己 然後一拿起來刮傷 尤其是白鞋的話 妳很敗入欸 刮傷擦也擦不掉 真的因為我妹就是刮傷我的鞋怎麼氣死 天根都泥巴 對啊妳看妳妹都氣死了 我氣死欸我賊她 我可以先丟她 可是她是老公妹妹 怪自己 我跟妳們說就是如果這種一起住的啊 妳自己想穿內褲出去外面拿東西都沒辦法 妳也不行 妳連想穿漂亮的睡衣都不行 細肩帶什麼都不好演 怪怪的 對 所以妳們就連自己小夫妻的情緒或空間都沒啦 可是那個套房裡還要一邊炒菜 穿睡衣在卡士路炒菜 然後還要開窗 沒有抽油煙氣 然後我會說不要開窗 然後我會說不要開窗 然後我會說妳怎麼全身肉味 妳嘴吃燒烤 妳的床單都醜了 好好笑 還要去廚房頭炒出來喔 我這一點好可怕 不小心撞見公公看A片超尷尬 這是網友分享的 她說因為她禮拜一日在打掃家裡 然後她不知道公公還在房間裡 她想說他們出去了 然後就想說開門進去幫他們洗底 然後一開進去發現 怎麼辦 好尷尬喔 關起來 默默關起來 可是妳已經看到了 那默默看到她看到嗎 當然啊 好尷尬 好尷尬 我沒看到我沒看到 關起來 關起來這些洗底妝 沒事 怎麼辦啊 妳接下來看到她都很尷尬 超尷尬 妳不能跟你婆婆講 其實也不用跟婆婆講 很尷尬 這就是界線問題就是 妳住在同一個家 其實妳很難建立界線 因為妳只是好意想進去 洗地板或幹嘛 倒垃圾 然後沒想到 一打開她在裡面 然後可能她剛好又在做 比較不好意思的事情的時候 因為妳也不知道她在幹嘛 萬一她在換衣服來撲碎什麼 就像妳們在幹嘛 妳婆婆也有可能不小心開門啊 好煩喔 對 所以不要任意開別人的房門 不要任意住別人家 對啦 其實就是不要住進去別人家啦 小孩的問題 小孩燙傷服 婆婆竟然塗牙膏 這好像滿常見的 塗醬油 我也有聽過 還有上次妳講的民俗療法 對 近內修裡面 對對對 好痛喔 公婆一直管小孩 但是講的都跟媽媽不一樣 無法建立規矩 公婆一直買衣服玩具給孫子 但是都好醜 這是個人的主人配觀問題 怎麼辦妳要叫她不要買嗎 可是她愛她啊 而且也不能跟她說不能穿啊 上面有那個香蕉那件怎麼沒有穿 那件很好看欸 媽媽說很醜 哈哈哈哈 小孩連要報名什麼夏立營都被管 說抱這個就好 不要抱那個 正在訓練小孩不吃奶嘴 還一直主動給她 啊這個 就是太疼孫子啦 借尿布借奶嘴的時候最氣 對啊 對 訓練小孩坐馬桶尿尿 婆婆竟然把她抱去浴缸尿 好合喔 對啊 這樣誰要說啊 這跟剛剛泡澡哪個鵝 妳晚上她在輪流 妳都在浴缸 我剛剛輪流就在浴缸 是吧 她可能想說那比較大比較好對準 因為就是她 妳不要說 妳不要說 就是媽媽可能就一直在想要訓練她去 馬桶尿尿 然後結果可能很急的時候直接被抱去浴缸尿 很不想強調成績的價值觀 公婆卻都一直問小孩 第幾名 考幾分 這個價值觀就很難 因為如果妳們價值觀不一樣 比方妳是比較開明 想要不要只看成績的人 可是妳公婆很注重成績 結果妳就無法建立一個 統一的價值觀 或者是妳很在乎成績 可是公婆覺得 沒關係啊 開心就好 快樂就好 幹嘛要一直唸 妳就很難讓妳的小孩建立同一個 標準 她都不知道要聽誰的啊 對啊 說公婆很軟 妳要怎麼辦 妳也不能叫他們不要問或什麼 對啊 去哪都要全家人出發 沒有自己的時間 我們都要全家一起來 真的欸 聚餐啦 旅遊啦 週末出去 可能有些公婆比較黏兒子的 都要去 也有女生是娘家爸媽很黏的 欸有些是 妳不想去也不行欸 喔 他們已經講好全家要去哪 妳一定要去 就是比如說 喔週末明天要去哪裡啊 什麼的 我們已經訂好那個餐廳 要去哪裡啊 要去見我一個朋友 那朋友是教授喔 我們去看到他家啊 什麼什麼 喔妳覺得超無聊 妳也不能不去啊 對啊 對啊 除非妳老公說他們要 而且妳都累得要死啊 還不能睡到飽裡 她早出發 她被挖 挖起來那人在南投山上 我們去看她家 早上午前 去山上啊 暈車欸 沒睡飽欸 她是我一個很好朋友 我們去看她啊 但是妳朋友不是我朋友 喔 聽聽男生家庭的家人的說法 整天聽到嫂嫂罵小孩 真的很煩 到底為什麼要住進來我們家啊 妳每天罵小孩 妳每天跟妳老公吵架 他們都覺得妳們很煩欸 真的 妳有沒有想過男生家人的視角 而且搞得氣氛很尷尬 因為妳一直罵小孩 或是妳小孩可能把他們家弄一團糟 上次那一集有人說 可能尿在沙巴 如果妳是老公的妹妹弟弟 妳不會很氣嗎 妳小孩應該會破壞她家庭 妳會把他踢出去 對啊 因為妳只要有生小孩 妳們家一定會被弄得很慘 對啦 一定會變很慘 很吵欸 因為她們還沒有要面對小孩 可是她就要承受這一切了 嗯 我媽整天都在幫她們家的小孩 忙東忙西還要幫她們弄便當 為什麼她們兩夫妻不自己弄 嗯 雪兒媽媽的愛 真的 小孩丟在我們家 她們兩夫妻自己跑出去玩 為什麼我們就要幫她們看小孩啊 人生家裡的資源 妳們用得很爽 殊不知她們沒有很爽 對啊 她們覺得 為什麼都要丟給我 為什麼我要幫妳看小孩 而且我會覺得好 而且有時候會覺得很理所當 小孩妳們自己生 然後為什麼丟在家裡 然後妳們自己出去 然後我們就要幫妳們看小孩 然後小孩怎樣要掛我 麻煩帶出去好嗎 其他的問題 心態上 嫁出去的姊姊妹妹回家是公主 我卻也是女傭 都要弄給她們翅膀 他們弄東弄西的 可是人家很難得回來啊 一定是對她們很好 她們是客人欸 她回來的時候我也回家 所以只要她們一回來妳就回家 那妳這不是明顯開戰的嗎 就跟剛剛那一回家 就上廁所是一樣的 超煩 動機太明顯了 真的喔 太明顯了 而且妳有小孩妳也不能隨時回家欸 妳要上班幹嘛 妳娘家可能在南部欸 妳不要出了啦 對啊 我好痛喔 要結婚了 婆婆念說老公最近很累 要多幫忙她 我不累嗎 我就不累嗎 我真的欸 我很累 怎麼辦 有時候婆婆就會說 好像是妳的責任欸 我會跟她說 媽我也很累 我會這樣講 騙誰喔 生小孩之後 老公只是幫小孩泡個奶 就被念說怎麼都讓她再忙 夫妻明明就是互相幫忙 還被嫌說我好像太懶惰 我也有聽過相反的啦 就是一直在叫自己兒子多幫忙多幫忙 也有這種好婆婆啦 可是很多就是像剛剛講的這樣 媽媽做就是應該啊 不要讓她兒子忙 欸有老公幫妳剝個蝦 媽媽生氣欸 欸從小我們家小少爺 沒讓他剝過蝦呢 現在剝給妳吃怎樣 在家也沒剝過蝦啊 那妳應該在妳家當公主 去人家家那裡幹嘛啊 對啊 我們今天講了這麼多點 就是想嚇死大家 讓大家不要再有這個選項 那我先要提醒大家什麼 首先我們其實應該先不要製造這個問題 就是不要去住他家 就沒有這些問題了 這些東西就不會存在了 就算存在也是去週末什麼一天 去相處一下而已嘛 吃個飯就回家 對對對吃個飯 你可以把這種長期的痛苦 變成兩個小時而已 整頂多三個小時 還可以演一下還可以忍一下吧 所以第一就是先不要去住 啊如果不要去住 怎麼跟老公商量 或說服他搬出來 或不要去住 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啊 先讓他看這三集 跟他說老公 我不想要有這些問題 妳看不然把媽媽三集跟我們講 沒有啊 我家不會 我家不會 我媽不會這樣 怎麼樣商量 怎麼樣說服這個之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留言 我們再來教大家 如果已經租進去了 如何搬出來 正一涵很多人問這整體 很多人就在問說 就是頭洗一半要怎麼辦 去完錢想不到什麼辦法 大家有興趣嗎 我有興趣 我有興趣 妳根本巴士還沒一瓶 對啊 我想要預防未來會發生 我知道可能還會有小姑 或那個說 怎麼把他們趕出去 我也是 這個需要喔 OK給我小姑看 怎麼把他們趕出去 好我們今天講這麼多 還是希望大家建立一個界線啊 就不會互相干擾 互相傷害啦 好不好 那希望這集的完結篇 有讓妳下定決心 好 還是妳有遇到什麼很誇張的 我們剛剛一百點沒講到的 沒有訊息了 可以再幫我補充一下沒關係 但我們不會再拍了 就補充在這下面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也可以看我們的會員喔 然後如果喜歡我們的衣服 或配件的話 描述欄裡面有網址喔